中大社会案件马上来关心 在家里一间电视台的科长跟主持人 在住家前遭枪击 最后造成一死一伤的命案 那么警方深入追查之后发现 原来是主持人的姐姐跟凶险 有感情纠纷要分手 所以必居在妹妹家 双方彼此曾经发生口角 而嫌犯预谋需要枪杀女友的 最后却转而开枪射杀女友的妹妹跟妹夫 由于嫌犯透露亲身念头 目前警方已经透过她的姐姐 策动出面头来 杨姓嫌犯持枪冲着被害人陈信玉走去 控制她的行动后 目标是在屋内的女性姐妹 对女性被害人的话 可能也有跟她也有发生口角的问题 所以她行凶的话 一开始就是针对女性 就是她的女友 还有她的女友的妹妹 两姐妹拒不开门 嫌犯先是朝纱窗开一枪 没想到接下来枪口对准陈信玉的头部 一声枪响后 她倒地血流满地 知名的一枪 从陈信玉左下巴射入 贯穿头部当场死亡 在屋内的老婆手部也中一枪 老婆姐姐逃过一劫 应该是感情纠纷的方向 成分比较居多 男女之间的感情 杨信嫌犯34岁 因为和女性女友发生纠纷 女友暂时投靠妹妹 没想到她竟然埋伏在住家前 得到女友妹妹以及妹婿回家后 开枪杀人 眼见被害人倒在血迫中 她还回头瞪了一眼 她有妨害自由强盗前科 24岁还曾经加入 帮派黑衣部队 遭到逮捕 胸弦目前已经关机 但她在犯案前 曾经在脸书上 po上砍掉重脸这首歌 透露亲生念头 警方透过所有相关线索 全力追捕 记者徐医生 谢嘉玲SNG小组嘉义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